剛剛看到這題 他說有7個人排列 對吧 其中丙 排在甲乙的右邊 丙要排到甲乙的右邊 像這種原本是甲乙 丙 丁 物 起 跟7個排列 我規定什麼 丙要排在甲乙的右邊 所以說老師才能強調 這裡是指定順序還是指定位置 指定位置 指定位置的地方怎麼算 你先把指定的部分 先把它視為相同物 或把它當作是三張相同椅子 總而言之你就先叫甲乙丙這三個 我指定甲乙丙對不對 我先把甲乙丙當作是三張相同的位置 好不好 OK 我先不要去分誰是甲 誰是乙 誰是比 我把它當作三張椅子和丁物幾根 7個排列 所以說以後只要碰到指定順序的題目 好不好 甲在乙丙的右邊 我就把指定的部分視為相同物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告訴我總共幾個排列 7個排列 7階 這三個一樣除以幾階 三階 排下去 老師舉例 舉例 好不好 排下去可能是誰 不 起 對嗎 對嗎 不起跟丁 這樣行不行 可能這邊是空位 空位 好 空位 這樣行不行 隨便你 好不好 老師隨便你 好不好 老師隨便舉個例子 排下去的時候可能是這個樣子 這樣行不行 好 排成這樣子說不管你怎麼排 老師要強調的是 把這七個排列 7階 這三階一樣除以三階 不管你怎麼排 中間一定會有三階椅子對不對 好 之後再來 在這三階椅子當中 甲 去坐這三階椅子 題目說什麼 丁在甲乙的右邊嘛 所以丁 去坐這三階椅子的右邊 所以告訴我方法去走 一走 再搭配 甲乙兩個坐這兩位子嘛 那至於甲乙兩個人 誰所使用 你在乎嗎 不在乎 都可以嘛 所以甲乙兩個坐這兩位子 幾階 二階是不是就好了 可不可以 我再來一次 你又只要碰到這種指定順序的 就把指定的部分視為相同物 好不好 把它當作三階椅子也可以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總共七個排列 7階 三階椅子一樣除以三階 排下去之後 來 之後我們再叫甲乙餅三個坐這三階椅子 其中餅 叫做甲乙的右邊嘛 所以餅坐這椅子的最右邊幾種 一種 那甲乙兩個選手 誰用 你在乎嗎 都可以 甲乙兩個坐這兩位子 就接 這樣行不行 之後你去把它乘看好不好 算出來答案是幾 1680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omas quando我們回來適合 我們考慮一下 嗎 但是如果少那些 小蝦 collective 感谢观看